那么现在美国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前沿部署来加强与日韩的同盟关系 近美国防长帕雷塔近来宣布将于2017年在日本部署新型隐形战机F35之后 曾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履历其功的美国全球英无人侦察机也即将出现在韩国 如此一来美军最先进的三款隐形战机和一款无人战机都将在中国周边的美军亚太基地实现前沿部署 据韩联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正式向国会通报了向韩国出售四架全球英无人侦察机的计划 这意味着韩国很有可能成为首个引进全球英的亚太国家 全球英号称是全球最先进的无人侦察机 它可在空中持续飞行42小时 能够在20公里的高空发现地面30厘米长的物体 其侦察范围达到14万平方公里 比朝鲜的陆地面积还大 而且全球英飞行的高度在1.8万米以上 超过了一般防空武器的射程 可以说是美国高端军事技术的集中体现 有分析指韩国空军虽然拥有强大的对地攻击能力 但由于缺少侦察装备 战略打击能力受到极大的制约 该机如果在朝鲜外海以及边界上空进行侦察飞行 可实现对纵深上百公里目标的精确成像 同时该机也可用作对中日沿海地区和争议岛屿 实施全天候监视 韩国一直以来它是在侦察方面 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不能做到全天候监视 只能说是在某一个时间段 对韩朝鲜半岛进行一个短距离的一个侦察 所以呢 韩国一直希望获得一个能在本国境内 又能长时间进行一个侦察 而且距离又很远 不容易受到对方防空导弹 或者战斗机威胁的一个侦察设备 为了引进全球英 韩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八年的努力 但此前美国一直拒绝出售 有分析指出 美国之所以转变态度 除了因为欧洲国家因为财政危机而无力购买 在重返亚洲战略的大背景下 有必要利用高技术装备 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现在美国在亚太的方面 它更多的是借助自己的盟友的一个力量 对周边的一个监控 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减少美国的一个负担 而且呢 又能拉拢着韩国 朝鲜于2006年进行第一次核实验后 美国情报官员对朝鲜的核武器的兴趣 就与日俱增 一旦美韩达成协议 全球英将会把朝鲜的一举一动 尽收眼底 此外 全球英的监控半径超过500公里 不但可以覆盖朝鲜全境 同时还能够探测到中国东北的动态 除了直接监控朝鲜的军事动向 中国可能也是全球英的目标 韩国采购无人机 它主要还是针对朝鲜半岛 但是呢 不排除用到其他地方 它也可能包括对日本 它也可能做到一个很大的监控 会对东亚的一个整个局势 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呢 韩国是有一个大国雄心的 它一直想把自己的力量投送到远方 打造战略空军 包括打造远洋舰队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发展的 而全球英正好可以 呼应它的一个战略讯息